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年以下 或者是20年以下的 我们还可以考虑 因为一个房子的建筑价值大概是40年 然后呢 就算是你每一年Claimment Deduction过后 你卖房的时候 这个会相对应在你的cost price 上面减下来 所以它还是会影响到你的capital gain 我还是觉得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先问一下quantity surveyor值不值得去做 然后呢 再加上就是你买了这个房子过后 你有没有打算就是再做一个很大的装修 如果你有打算是做一些蛮大的一个renovation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考虑这个东西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放了20万或者是10多万的 去做这个renovation的话 你然后又打算是把它直接出租 不是说自己搬进去住的那一种 其实你是可以考虑 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付的钱 然后呢 你可以Claim Deduction的 你可以Claim as in depreciation 就是 所以有时候也是看就是说这房子 虽然说建的时候很旧 然后已经很多年了 但也有可能它前屋主或者前前屋主呢 也有可能做过一些装修 这些装修的价值 就是说就是quantity surveyor也会在它的报告中会体现出来 也会帮你重新算它的使用周明啊折旧费用 所以这些大家也是可以去探讨的 就说你最好的其实跟折旧师那边拿到信息越多也好 它的年线 建筑的年线中间经过几次装修 之前如果你在接手以后你准备做装修的话 就之前的一些比如说木地板或者一些新的地毯需要换 这些换的过程中其实旧的那一部分都会帮你直接抵税了 然后新的部分这就是会从今的按年线来放进去看这些寿命啊成本 所以每一次大概每一套房呢做折旧的时候呢 它的成本也看折旧师的价钱也看啊 房子的情况有时候到五百到七百八百之年不整啊 所以就说这个在做之前呢一般所有的折旧师都会保证 就说如果是他在第一年没有拿到足够的回报给你的话 他也是拒绝帮你做这个折旧报告的 所以不要担心问可以尝试就是会稍微麻烦一点 但其实如果做好的话其实会帮你找到满足够的